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机器对阵T的第二局上半场 果然是一个张狂挽留带闪现的首页人 其实他这把的话呢,我觉得安逸想要赢 带个传送或者插眼会不好一点 因为带个闪现是真赢不了啊 这闪现怎么赢吧 上一场安逸都差一点被打出私人开门战 然后在开门战就是安逸还有点优势情况下 也是我们根本看不到机会 就看不到多抓面的 这把看一下吧 我个人感觉这把呢还是一个穷者保平身盛面啊 穷者保平身盛面 安逸这边的话他得快速击到心里 找富兰 富兰在赛前放狠话的时候就是来抓我 这个心里抓不抓 好像想踩盒子 这里的话选择找草哥是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刚才过去把那盒子踩了会不会好一点 一个抽刀 走位 草哥这边盒子全部交完 落地有个加速但这边好像有一刀的机会啊 这波舞女这个上楼的时机是被安逸抓了个正着 那这样的话一波减速要倒了 很可惜这刀没能打中起跳前面是 是舞女的减速八音盒还是双重减速 闪现五秒钟 一波风吸不到 吸不到的话 舞女这边手里面还有个 还有个飞轮 哎呦我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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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逸这边 这也是我经常给大家讲到的 为什么刚刚我看到这个八音盒 就这种八音盒真的 你不踩 留在这边就是伏笔 那现在的话 球者这边总量是已经修到了两台 这边舞女还没有倒 还能绕 安逸这边操作 有点小失误 舞女这边进板子 三台机应该是有了 这样三台机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待会古董商还能来打架的 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的面 或者说呢 古董商这边如果来不及打架的 就是佣兵待会救完人以后吃遗情 吃完遗情以后就两波 救完以后呢 帮忙扛刀 真四人开门战 就是这个四人开门战的面 已经很大很大了 除非八师傅这边吃震慑 除非八师傅吃震慑 前面的话真的安逸很有机会啊 因为草哥这边说实话 刚才牵制的过程当中 哎 穷者第一波就想打吗 这波打的话 确实算是一个不怎么损 因为古董商刚好是 修完机子过来的 一桶 点一手 这边的话 游民救完人以后 去修机子 待会的话 这边古董商就算吃刀了 也可以交遗情 因为你这边 现在还有个武女没击倒呢 但这边是个地压室 完了 这波地压室好像 砸个头 这波地压室好像有点亏啊 兜兜转转 绕到这边来绕到地压室了 安逸这边的话呢 现在 要处理这个古董 哦 他也挂不了 哎 想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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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想挂 绕了一圈 过来挂地压室 挂地压室 古董满血 四分之一棍 你说机子不够吗 其实机子差的不是特别多 机子差的不是特别多 古董商这边 如果说能够拖的稍微死一点 把人救下来 然后再扛一刀 应该有四人开幕战的面 因为他救下来的时候 差不多50%的机子嘛 哎 等会儿 这42的机子怎么不动了 移情给佣兵 不是 这移情是什么情况呀 哦 这里是不救了 选择古董压着 这边不救了 移情给佣兵 他们觉得机子不够 或者说因为这边有楼梯刀压着 机子不够的话呢 这边古董商万一吃一刀楼梯刀 人救不下来 说实话这把其实对于机机来讲蛮可惜的 因为武女前期的一个牵制 是有一个优势去真四人开幕战的 但是他们这边因为一个地压室啊 导致了后续不敢打了 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 那这样的话就看三人开幕战 安逸这边的话慢慢耗吧 感觉又拖到了一个什么呢 拖到了一个双方谁也突破不了谁的一个局面了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边古董商毕竟虽然说你古董商有棍子 但毕竟机子不够 万一这边古董商倒了 外面两个队友又没有办法及时赶过来 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挂飞一个人 武女挂飞之后 然后这边古董商也挂进DX了 然后还要再打破DX 那这样的话就给到了安逸一个真盛免 打一刀古董 古董这边连道具都不交 交什么道具 我道具留到开幕战真四跑的 这个棍子我就不交 飞轮我也不交 我所有道具全留着 机子的话差了20% 反正你打我一刀 横速都是一刀没 好了机子够了 应该是什么东西都不交了 安逸你别说 安逸这局有可能被三跑的 因为安逸现在面对这个古董商有点强 这个古董商真有点强 这个古董商有飞轮 有棍子 虾哥 一波风 反手一棍 11秒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飞轮 这11秒钟 要飞轮躲掉闪现 就有机会 这边拉开升位 知道你要交闪 不给你闪现的机会 等到队友先走 走完以后我一个飞轮跳地窖 一波风 啥都没吸到 安逸这边板子要不先踹了吧 先踹了 古董商这边捡了个护臂 哪来的护臂啊 完了 人都没看见 虾哥 机器的战术安排非常的好 当然这边呢也是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马后炮的角度 这个真的是马后炮 当时我大家记不记得我讲了一句话 傭兵换了跟真把自己的护臂换下去了 我讲的什么话呢 这把双方谁都突破不了谁 如果说 确实突破不了的话 那找谁呢 找这个心理其实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 我们下期见吧 我们下期见吧